你覺得春年年頭會不會見2200的水平呢? 機會大的? 機會十分之大 十分之大 十分之大 有否可能未來一個季度 連三百點的下跌空間都沒有 明天也有機會見2200 那一句何況下年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你不要猜底 原因就是港股又擺明正在行下跌 你從來沒見過有個股市正在行下跌 市場上有一個方法 可以猜到誰是個帝國 你不會有股壇股底合你的稱號 你從來見到不會有任何人可以拿到你的稱號 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很多我們預測不到的不明浪漫數出來 誰猜到今年來講 突然間講到一些中概股要很短時間內 要推翻行市場 誰猜到突然間 就是今年來講 突然間說所有青年人不被打機 就是有很多想不到的政策反映在港股上面 可能突然間有一天告訴你 恆大還不到錢 那市民就好回去 但是這個可能性是十分之低 所以你不會突然間去股底 但是相反地可能講現在的問題就是 內房股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不是恆大只是一個事件令到大家入獄 實際上是說恆大以後 有很多不同的內房企業 不斷地爆補 可能之後還能爆彈 所以在這些位置 低位仍會坐 總會有機會低位反彈 令到你覺得好像建議底 就是入市 但是麻煩你等整個指數 就是要打脫一個浪帝雨浪的格局 行指由高位計 只是今年而已 不是算歷史 是 多過調整兩成 我們叫這些技術性紅市 是 你在紅市上面買回去 一定會有很多油印 引你去買 你問題是轉不轉身轉得快 你看消息看得快 這一刻負面消息還是多了 你在風頭火勢那段時間 策略是正確的 你嘗試一下22,800的位置去買 買完之後 你如果跌到22,500肯止蝕 輸300多點左右 你又計算過條數是OK的 那你就去賭 所以你在股底過程上怎麼去猜 永遠都是按個計數機 自己承擔到風險 但是當中有個計算 就是大幅烈喉大海 你上那個位置 只蝕都只蝕不飽 怕就是在怕你的樣子 所以短時間 不要想到指數下到什麼水平 差不多 看看消息有沒有機會好轉 那今天其中一個轉移點 市場會有些想法 就是內地放水 降LPR 刺激那股股 所以市場不算跌得很多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市場都沒有什麼好說 暫時來說都是小做小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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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